词曲 李宗盛 分不清被欲作 你是否就站在我身后 感受我的感受 无论我如何做 如何重破 这无尽的折磨 可是分岔路那么多 你是否也期待着我 用重逢 解开一切枷锁 想要和你寻找出口 逃出这迷宫 你说微风吹过那时 你在想我 点念着你的温柔 一旬就足够 想一生自首 你大将现在放在我身上 又要不要 你帮我 тогда你身上 你会给他们 说得我 那你把我 说得好 你一定是 那你穿上 你也不够 你不是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你不够 你不过 他招兴木不过二十几岁 便快要与老夫避兼 什么世道啊 天赞弟兄 赞 赞 你俩马上下山去找你二师兄 让他赶紧回来 他不在 为师心生不宁 如今 唐宗泽和招兴木 一个似曾 一个即将似曾 事情 太棘手了 走 是 师父 刑务办事不中 害小师弟受了伤 请师父责罚 这都怪那华香静 怎么收了个如此莽撞的关门弟子 是华锦香 我和他不熟 我管他叫什么 要是 要是 此事打破了我们 燕山派和百花门 这么多年维持的平衡 恐怕 会是一场浩劫呀 好在小师弟只是受了轻声 好 行目 最近镇守山门 要更加谨慎 为师心有所获 怕是 善于欲来呀 师父的长盛宫要突破了 那倒没有 只是感受到了一点气急 还是虚无缥缈 倒是行目 你的长盛宫快要突破第四层了 解石 你和为师还有你三十波 将会是燕山最高的战力 最高是师祖的第九层 是 老胡 卫妻 脸怎么了 受伤了吗 这不是伤 是性物 性物 你不懂 你还是继续扫地吧 你也得扫 这是咱俩的刻意 苍师兄 师弟 伤势如何 师兄放心 小弟无大碍 大师兄呢 正在林中练功呢 那师兄先忙 我先走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 百花门 卫妻 你这是疯了吗 燕山百花势不两立 去起还有命回来 那昨日小弟 被那离仪心偷袭 心中不服 今天 我要去百花门 讨回面子 卫妻 师弟 我的好师弟啊 您这是 瘦心老持砒霜 先自己命长啊 你可知道 百花门龙坛虎穴 那掌门花静香 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师兄 你放心 我又不傻 打不过就逃嘛 不以强功 只以智取 我呀 老聪明了 卫妻 卫妻 这就是百花门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师姐 师姐 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师父要是见了 肯定会责罚你的 我 我没有 好 还是离心才可啊 还没有呢 你一脸写着 我喜欢 我喜欢照星目 昨日之事之后 我被神思不属 总是 总是想着他 忘不了 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这儿看得清 是呀 他们的功夫好美啊 好像仙子一样 师姐 你还想不想再见到他 不 不堪想 不如 师妹帮你 万一 师父知道了 哎呀 你就说吧 你到底想不想见他 师妹为何要帮我 我帮你制造机会 跟照星目见面 你帮我收集 燕山情报 收集情报 还不是这些师妹们 天天催着我更新燕山派的情报 都是些磨人的小妖精转世 我能怎么办呢 好 我答应你 师父来了 这大婶是谁啊 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呢 师父 师父 今天功课已毙 念诵门归后 就各自休息吧 是 幻花神功 破晋长生 生死玄关 屠灭殿山 好圣人的口号啊 我 何人敢窥是我百花门言武 活腻了不成 站住 你是何人 胆敢在此窥视 我 我 我是路过的 路过 是 师父 不是 她是燕山派的弟子军卫妻 昨日被我打了 你看她脸上的伤 便是我留下的 当真 清秋 昨日一新出手了 稍微 昨日燕山派出来应战的弟子 能力太弱 大师姐不便一大欺小 便由一新来待老 好 师父 你怎么不信我呀 你看 你再看 手拿下来 他有事了 好你个燕山贼子 好大的功能 竟敢来我百花门撒业 不过既然你敢来 我便让你走不了 你 你干什么 我我我我我我 我不是来撒野的 我跟你解释 你叫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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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贼别跑 看你往哪儿逃 在你临死之前 让你尝尝幻化神功的厉害 好残忍 好残忍 他没死 没死 幻化神功打不死他吗 他在那儿 你尝尝幻化神功了 你尝尝幻化神功词 太美了 他就是昭行墓 太美了 姐姐 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姐姐 这不是你的 是啊 燕山派四代弟子昭行墓 见过花掌吗 昭行墓 你什么意思 花掌门神功盖世 小师弟年幼无知 悟闯归派实属意外 望花掌门看在两代 世代恩怨的份上 放他回去 你也知道世代恩怨 还只望我放过他 真是个没礼貌的小子 你给我下来 有本事你上来啊 昭某自知不抵花掌门 但总不能束手就擒吧 花掌门若高抬贵手 那我就下去 那我偏要弄死他 你怎么说 那张某就只好接招了 大婶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你给我生死吧 走吧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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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等会儿 我 走 服 来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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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想与本作品内力 你还差得远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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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多谢花掌门赐酒 来 师父 师父 快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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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要放他们离去啊 为师现在 还真上不了这小子 青秋 你看出来了吗 若我所料不差 方才招行目 借着与师父拼掌力 先攻后手 猛然冲击体内翘穴 一时冲开了长生宫第三层 最后的关案 这招行目果然是武学奇才 而且胆量非凡 习武之人若是公非同源 轻衣不敢引旁人内力入体充穴 可他不但做了 还一举成功 看来 这燕山派也不都是废物啊 师父 给我们也撑撑呗 这内力入体岂能儿戏 若是稍有差错 便是筋脉筋肺的下场 你们哪 若是有招行目 实之一二 为师也能少白几根头发 此事不算完 且散去吧 你能不能给为师省点心哪 这都什么省 你敢私自下山 你私自下山也就罢了 我任你去偷鸡连狗 胡吃海鹤 为师都不管你 你活得不耐烦了 你偏偏要去招惹百花门 那华翔街是好惹的吗 是华锦香 要不是你大师兄舍命相护 你能回得来吗你 师父 我知错了 我本来想打探敌情 可没成想 他们出口无言蕙语 乳鸡失门 我这才 不小心泄露了行踪 无言蕙语 对啊 他说什么幻化神功 破灭长生 还说要图灭岩山 弟子不愤嘛 不愤个头啊不愤 他不是喊了一百多年了吗 他破个屁的长生光 他图个屁的岩山派啊 我告诉你们 就算你们师祖不在 有为师在 我看谁敢来我岩山造姿 你什么岩山啊 刚才什么岩山 受错了 熊牟 你没事吧 弟子无碍 稍后用长生功疗伤便可 还好你们两个都没师 否则 为师这时候变得去那百花门 找到花镜香 好好说道说道 师父不是花掌门的对手 那也不能输了气势 气势也不抵花掌门 我 我好歹是 花掌门三年前 就是幻化神功五层了 嚣张把握不讲理 整个岩山派除了师祖 没人能提得过他 你 对吧 把你后山面笔四过三日 不 五日 还有 我 把护山给我 好好地打扫一遍 阿世玛 你不乐意了是吧 你还不乐意了是吧 走 走 治不了你 走 阿世兄 走 孤狼狼回来了 狼狼 是狼狼 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宝贝徒弟呀 你可回来了 威师总算能安心了 让您老担心了 皆是徒儿之国 玉郎济归 必定照着师父 好 好 你不在 威师胡思乱想 心神不宁 也没个主心骨 这下好了 好了 好了 好个屁 这次燕山贼子 窥视我派回我山门 着实打你不道 千万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玲珑 你想个好法子 既要养我百花生威 更要找回场面 但是要避免正面冲突 以免血流成河 妄造沙液 师父 徒儿有上 中 下 三计 这三计 行了 行了 承听上级 好的 师父 徒儿的计策呢 是先礼后兵 师父手输一封问责信 大骂燕山派卑鄙小人 无端窥是我派习武重地 惊扰门内弟子 害多人走火入魔 瘫痪在床 更坚出言不逊 无理至极 最不可饶恕的 是毁坏偶派山门 导致百花门颜面受损 被江湖耻笑 所以 强烈谴责的同时 要求燕山派 赔偿一切精神损失 及物质损失 还需当日肇事者 修复山门 以赎其罪孽 可这对方能答应吗 他们若不答应 我百花门 必定杀上燕山派 积犬不留 青秋 你怎么看 弟子以为 全凭师父做主 好了好了 那就听玲珑的 就由我呢 守书一封 青秋 你送上燕山派 切记 千万不能堕落 百花门的声威 这被罚 又罚到什么时候 才能结束啊 说不定结束之后 我师父 都当掌门了 对啊 那我就是掌门的 关门弟子了 一人之下 不不 二人之下 万人之上 对啊 可是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一心啊 我都两次了 匆匆忙忙的 就跟她错过了 我真的还想 再见一心一次 这后山也没有人执手 我悄悄地溜出去 应该没有人会发现 对 我就悄悄溜出去找一心 悄悄地 悄悄地 我悄悄地溜出去 不行 我上次溜出去 就酿成大祸 如果这一次再被师父发现 恐怕他老人家 就要清理门户了 好无聊啊 都没有人陪我说句话 好 这 这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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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啊 唯兄君位妻 嗯 我的师父呢 是唐宗泽 我呀 是他的关门弟子 哦 你刚刚入门 就派来打扫后山 看来很受排挤吧 是啊 哎 你放心 唯兄绝对不会排挤你的 来 拿着 以前这种时候 都是师父带我们打上燕山 叫阵对战 是 为何玲珑 却要先礼后兵 师父说得没错 师姐 你心无旁骛 思维简单 果然在恋悟意图上 日心月意啊 若一根筋能长寿 师姐 你怕不是能活到两百岁啊 谢谢玲珑夸奖 我是在骂你啊 大姐 你是鱼目挠的呀 你可否用那抱歉的脑子 想一想 我明着 是在给师父出主意 其实 是在帮你和朝行目 制造见面的机会啊 我的天爷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啊 二 玲珑的意思是 我借着送信的机会 去接楚朝行目 然后呢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大姐 求求你放过我 不然我会死的 好吧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你记住了啊 首先 你要拿到师父的手信 送去燕山派 燕山派的人自然会答应 然后朝行目 就会为我们来修山门 你作为大师姐 身份与她对斗 自然监工的事情 就由你来做 到时呢 风景秀丽 人际罕至的工地上 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 然后别人 明白了吗 你笑什么 我 我 我不想理你了 孤男寡女 好羞耻 大师兄 近来可好啊 这儿 这里没有外人 无需惺惺作态 莽夫即是莽夫 毫无掌心 有没有掌心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有些人 就有点多的 银行 我好看 你不断了 然后我 那儿 你那儿 有些人 你不断了 因为你还敢 你不断了 你怎么还敢 你不断了 你这儿 你这儿 你能处理 你这儿 还是阴谋 诡计适合你啊 习武一到 你便放弃吧 听说四师叔 要争夺掌门之位 与你无关 赵秦牧 你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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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适合当掌门 那三师伯便够了 有我顾玉朗便什么都够 我不是为我自己 也不是为了哪知哪迈的兴盛 我是为了整个燕山派 若你师父当了掌门 你辅佐他 咱们门派 必然穷兵独物 三头两日便要战上一场 不出一年 数敌无数 到时候引起江湖围攻 你怎么收场 还是第一次自己上燕山 也不知道赵大哥在不在 见到他说什么好啊 是 而我师父当了掌门 我辅佐他 必然是软硬兼施 刚柔并济 徐徐壮大 这样门派兴旺 才可欺啊 这么说 我师父若做掌门 你就不服佐了 刚还不是说为了门派着想吗 人心 人心你懂吗 你师父当掌门 我掏心掏肺服佐 我师父怎么看我 你让其他人怎么看我 谁会看啊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笑死个人 你搞了 门派到还 你生了 你 뭐가看你 不够的 一遍 就是是 小哥 他一遍 你也不够的 师弟去吧 师兄去吧 师弟去吗 师兄 师兄 门派那事务 一营都是由师兄打理 还是师兄去吧 百花门此番前来 必是因为刑牧与谓妻的事 讨个说法 你当师父的 怎么能不出面呢 拿出带掌门的威风 是 百花门弟子岳清秋 见过唐前辈 岳姑娘 有礼了 此番 清秋携师父亲笔信前来 请前辈息听 念吧 语 阎山一派 无耻之徒 窥市百花 非必下游 回我山门 绝不罢休 岳姑娘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师父不在啊 我呢只是暂时 带领着掌门之职 姑娘 莫三年了啊 我自己看就好 来 来 来 大概意思就是 我派山门被毁 须由贵派 出仁出钱 复原修膳 一定 一定 我马上就安排此事啊 肇事者招行目 需在现场监工 依你 只是贵派 我派便由我亲自接抢 如此甚好 那就有请月姑娘回去复命吧 来人 不必 我自行下山即可 月姑娘慢走啊 小语 你想不想入内门成为清传弟子 可以吗 也许可以 到时候我让大师兄看看你的资质 如果你资质尚可 我便求师父收你入门 你就是他的关门弟子 而我呢 就是你二师兄 好啊 大师兄 你来给我送饭了 师父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偷懒 师父心里还是惦记我的 真希望师父气能消了 对了 大师兄 我给你介绍个人 新入门的 小语 人呢 刚刚还在这儿呢 你好好自过 吃着早点休息 我明日再来看你 也不陪我坐下说说话 你一起吃个饭也行啊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刚去哪儿了 哦 三样去了 行吧 你吃吧 小孩子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一定要多补点 师兄 饿一顿 没关系 好 师弟今儿吃饱了吗 只吃了个半饱 你也太能吃了吧 我记得是这条路啊 怎么不太对呀 就是这风而已 真是自己下刺激 这鬼地方怎么还有狼啊 难怪师父说 燕山派是虎狼之地 看来是真的 我是百花门大师姐 首席大弟子 去去几只畜生 有何可怕 妈呀 怎么还不止一只啊 好女不跟狼斗 我先走了 告辞 好会有些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他 我的脚 好痛 好痛 我看不见我 好痛 我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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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人点着骨调 极有意气自然风发更早 饮暖白买的家 热乱鬼头飞鸟 既然性格里也难言骑傲 轻易掌解何许在意照耀 眼神不熬不发全才美少 长发飘到阴漫漏红袖绕 独领着风扫 欲望重生笑 快与传练笑 不断发过早 眼神怎么能要早 中枯燥 轻过传练笑 轻而不折腰 欲望艺术风扬 自然且感尽着 不忘一场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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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易掌解何许在意照耀 天神不熬不发全才美少 长发飘到阴漫漫龙红袖绕 独领着风扫 欲望重生笑 已呀视察 已呀 已呀 哈 哈 快与传练笑 不断发过早 呀 已呀 已呀 哈 哈 然神怎么能要早 中枯燥 呀 已呀 哈 哈 轻过传练笑 轻而不折腰 呀 已 了 已呀 哈 哈 希望一束风流 自然且看紧张 不忘一场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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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